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附属于市政的父母官 一个最没有关架子的市长 总是透露出一种纯朴亲切的微笑 但在微笑的背后 却背负着新竹市民的期待 全新的投入市政 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努力着 我们将先从9月份 新竹市所举办的WTA国际科技城市会议 带您一同来了解 许明才市长的工作环境 这种市民对你的期望 是你必须要往前走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踏上踏板 戏上安全帽 这就是许明才上班时的交通工具 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许明才在学生时代 可是自行车的博手 其实运动员的坚持与毅力 至今当了市长 仍把这份精神带到整个市府团队当中 新竹市犹如运转的齿纹般进行着 当市长每踏一步 也代表着新竹市镇正迈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把市民所需要的东西做好 我们这样更加的贴近市民的想法 去了解市民想做些什么东西 我们提供些什么东西 我们要好好做 我想刚刚提到城市的竞争是无情的 我们怎么去打 去突破这个关卡很重要 许市长迎接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2010年9月份的 WTA国际科技联盟大会 这不单单是许市长的挑战 也是全新竹人民 引以为傲的国际盛会 台湾的科技重镇新竹 让全世界认识了台湾 把台湾的科技 推向了另一个高峰点 满女儿的科技重镇新竹 保险 好的 谢谢 高峰点 美大 会 klein 是 表输你的项市长 为大家担心 一生 会 下期遍 跟他海洋 Done 新竹是台湾的科技核心 甚至是全世界的科技重振 因此举办的WTA国际科技联盟大会 这是向国际展现科技实力的契机 WTA汇聚了各国城市科技的部会首帐 包括韩国、埃及、印度、印尼、墨西哥、中国大陆等 各个国家的城市代表与国际媒体一同在新竹探讨未来科技的种项 市长此系临行大会的议程 有效将资源运用于新竹的环境当中 并仅盯着活动流程的进行 毫无一丝丝懈怠戴的态度出现 就是想将活动的呈现到最完美 并且市长在这个论坛当中 看到自己的城市与不同的城市的优势与劣势 新竹市的优势就是我们有这个科技潮 就是科技园区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地方 它的产值是仅次于美国的戏骨 那其他的国家的部分他们可能就不像我们这样子 因为很多他们的这个科技园区也是 我们台湾的这个公司去投资的 所以像这部分台湾是真的是领先其他这个国家 但是我们要更加的谨慎 我们不可致满 我们一定要朝更快更好的方向去走 然后怎么样去照顾民生是非常重要的 市长透过这次WTA的大会 安排了各项参访的活动 让国际有人了解 新竹市除了科技之外 更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那我们就说这个城市 它利用什么方式来克服很多 一般没办法克服的问题 那利用科技的方式 总要让它科技城市里面 这些人的生活更加的幸福 更加的平安 弥补以往科技不足的一个模式 好像让这种很多的问题 你可以处理可以解决的掉 许市长向WTA会员说 新竹市是历史的古城 文化资产丰富 市民的教育和水准高 因此身为新竹市的大家长 许民财市长将新竹推向了整个世界 点缀了整个活动的完美 许市长在担任市长前 他其实是公务员出身的背景 而且一待就待了三十年之久 他常跟我们说 他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但政治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一个地方首长要背负的责任 是全新竹人民的期待 如果真如许市长所说的为民服务 那可能要打个折扣了 因为在全国的县市长 满意读调查里 许市长的民调是呈见落后的 那许市长下一步 又该如何挽回这个颓势呢 天海未亮 这一天的温度只有七度 群不才一天的行程 马步停停地展开 市长今天的工作 是来视察果菜市场的环境状况 市长一到此处 便立即一个摊位 一个摊位的海权问候 带着诚恳的眼神 耐心的聆听一种建议 我们进来的人都没有挥牌 这个要参照 那前面那排都生意都他们做掉了 那中间那一排都是 每餐都是 不是只是一排 那外面的人生意都被他们做掉了 我们里面都不用做 没有进来 对 大家个人都不进来 这一点要进去 我去请他来处理 好 谢谢 经过着每个市民老板的手 握住的双手 代表市长体训冷的市民老板新郎 而这些市民老板也期盼着 徐市长能够给予他们更好的感敬 谢谢 谢谢 挺酷喔 咱们重量的啦 重量的 直接来市场果菜市场 也勾起市长同名的回忆 想起与母亲一同逛菜市场的趣事 我想传统菜市场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回忆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是50年代的时候 我跟他妈妈去市场买菜 那时候还可以谈经论两 买一个豆芽菜 他还送你这个辣椒跟送那个葱 我想那个年代是很温馨的 徐市长总是自我调侃地说 他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而市民老板就是他的陶鸡 但为什么民调却不见起色呢 而在TPBS以及远近的民调当中呈现落后呢 是他做得不够还是达不到市民的要求呢 其实很多因素的交互错 错综复杂累积而来的 包括我们当初自己把自己老人年金把它停掉 民意一如流水 我想我们会努力把握任何一个时间点 然后把自己的市政应该冲让市民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事情 而不是蒙着爱打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有一点突破 也许是公务员出身背景的关系 总是让许市长能勇敢面对自己的批停声浪 并转换成市政的目标与动力 这部分我想也要请各位市民都给我们指导 我们会好好把事情做得更好 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只是一个公务员 然后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服务市民的工作 俗话说得好 一个人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最难能可贵的 身为执政的父母官 在建设以及设备上 必须面对在野党的批评与建议 竹光路的延伸 还有那个老旧成期的那个少年建议 跟那个荡球场的签建 这些都要积极去做 另外软体的部分 我想市政府的团队 尤其是因为这些公务员 他们的一些工作的态度 以及积极度都让人家不敢领教 公务员出身的市长 脚踏实地的运行市政 但对政治的学位 似乎还有感全的背景 他确实是一个肯做事的人 很想做事 有点可惜就是因为 如果他能够像 我们隔壁的新竹县 苗栗县那种 曾经有明代 中央明代历练过 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 那可能应该会四倍功半 即将迈向民国百年的最后一晚 市府团队也举办 一年一度的跨年晚会 在跨年现场 市民们挥舞着手中的荧光棒 随着音乐而起舞 沉溺在整个跨年晚会的饗宴当中 虽然与其他城市相比之下 规模略显不足 但在现场市民 依旧热情不减地来参与跨年活动 新年快乐 对 今年快过去了 我们刚才2010 Say Goodbye 祝市长这个市政都顺利 那新竹的市民们大家身体健康 新的一年事业都顺利 虚市长也是在新的一年 许下了对新竹的愿景 让新竹市政更加快速地运转 我们新竹市很多的建设都一步一步在做 包括我们新竹市各项的治安跟交通 那我上任之后就把第一年定为治安交通年 希望透过治安交通 让所有的市民更加的安心 那希望我们新竹市的各项市政的建设 可以做得更扎实 让市民安心 让所有市民都是非常的健康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徐市长在施政时的表现及态度 但他私底下的一面 可能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 你可能无法想象一个市长 能够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为了能实现节能减碳的目标 市长每个礼拜三都会固定骑程脚踏车 并且吃一天的素 就是要身体力行地带头做起 我们从家庭教育到朋友间的相处 甚至到小孩子的教育方式 都可以观察到徐市长的细腻之处 承起父母亲日本教育的影响 谦卑与宽容 总被市长摆在第一顺位 他以期免自己能够成为服务大众的市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影片中 一探许名才的成长故事 我从小在东云国校念书 因为我学记在东云国校 东云国校的校方其实也蛮开放的 那时候我们的刘清本刘校长 他对学生都很好 有一个很和爱的长者 所以在求学过程中觉得 好像总是给长辈在这边照顾 我们真的是很福气 爱护这个学校 爱护这个学校 爱护这个学生 这样做得非常的好